如何成为一个有正能量的公众人物 可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每个时代都会讨论 发表观点啊 不仅要有这个演艺军的这个前辈 还有90后的新势力 那说到最近 一档名为身为偶像 我们要有德有益的节目呢 在央视是悄然上线了 第一位做客节目的嘉宾就是王俊凯 TFBOYS组合的队长王俊凯 既是一个即将踏入象牙塔的18岁少年 也是拥有千万粉丝量的少年偶像 电影上他靠近前辈谦虚学习 整个皇宫就皇宫在救我一个人 就是在训练下来 就是很紧张 音乐上他们的作品也是耳熟能详 而诸多努力 就是为了要代表年轻一代做出表率 自己可以带给这种正能量去帮助大家 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正能量的我 但其实我觉得我不管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我都会去想做一个正能量的少年 就在前几日 王俊凯还参与拍摄了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广告 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守护地球的明星 从王俊凯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演艺圈新人的成长和蛻变 不管是你在这个行业的一些技巧 或者一些身心什么都算着一个小鲜肉 我觉得都很智能 需要学得太多了 一直被大家叫做小鲜肉 王俊凯其实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小鲜肉也会成长为成长 他们也会去学习自己要学的 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 不是说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小鲜肉这个名号来吃饭 他们什么都不去做 所以我觉得小鲜肉他们始终也会成长成一种成熟的人 至少我来讲会去往这个标杆上靠 《六千天地》编辑报道